然后我走过去 一按那个哇出来的声音 让我看傻眼了 好棒是我医生里面 听到最漂亮最漂亮的声音 嗨大家好 我是李树权 见面讲到我后来 大概在1979年那个时候 21岁的时候成立我的公司 叫Liscom 李斯康电脑公司 然后我在洛杉矶的北边 有个区域叫做Vernice Vernice那个地方 有一条马路叫Satakoy 我在一个商业区 在右手边我有一个录音室 然后左手边是我的电脑公司 然后我就开启我的录音 跟电脑事业 工作公司慢慢慢慢的 比较稳定了 然后我们的客户呢 也越来越多 电脑公司是固定 为Digital Digital电脑公司 我们专门做这些 电脑器材的维修 在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位小姐 她叫Susan 后来是我的老婆 她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一个模特儿 我们交往了一阵子 有一天我就开车送她回家到她的公寓 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车子停在她的公寓的楼下 然后平常在国外我们都会晚上goodbye的时候 我们会亲一下一个goodnight kiss 拜拜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按捺不住的想问 Susan一个问题 我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来 我说Susan Am I the candidate for possible marriage? 意思就是说我会不会是那个未来你结婚考虑的对象之一 她突然讲说 Yes Of course 回答得非常的确定 让我有点惊讶到了 自从那一天晚上 我就开始真的把这份感情真的好好的来经营她 然后我们大概隔了一两个月之后 在那一年的7月4号 就是美国的国庆长的周末假日 我就带着Susan到旧金山去度一个周末的假日 然后在旧金山的时候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Golden Gate Park 就是旧金山的金门公园 金门公园里面有很漂亮的湖 如果你有机会上Google可以看到这些照片 非常的漂亮 在那个湖上面有人可以划船的 有人可以踏那些船踏板 Pedal Boat 然后我就跟Susan就去租了一个船 开始在湖面上在划船 奇怪的 就远远的 看了对面又有一对情侣也在那边 但是他们是在用那个踏板的船 然后走的很慢很慢 那我呢 是用这个滑的船 滑的船我想一定可以比较快 所以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灵感 突然之间就对着那个对面那一对情侣说 Hey you you guys want to race 你们要不要来赛船 然后对方也看得莫名其妙 因为完全是陌生人在这个湖上对着他大喊 对方也很好笑 Sure 然后我们就说let's see who gets there first 我们看谁先开到那个船屋那个地方 要停船的地方 三二一go 对方呢就开始拼命拼命的踏船 我本来看了那个船是跑得很慢的 怎么突然跑得这么快 我的船是用那个滑的 所以是背的这样滑 诶 没有想到我的位置那个方向没有抓稳 所以那个船才绕了一个圈圈才绕过去 最后他们的船更抢先 滑到那个船屋那边 然后我们四个人笑得开心的不得了 最后我就介绍 诶 我是叫做David 诶 他叫Alan OK Alan 请问你在哪里来 我是从洛杉矶来的 我也是从洛杉矶来的 我们都是来这边度假的 我们开心的不得了 我们都笑歪了 最后 Alan说 诶 我们今天晚上 去YMCA一个录影的一个公园那个地方 有晚餐 你们要不要过来一起跟我们吃晚餐 我们也没有特别的什么安排 我就Susan说 OK Let's go 所以我们那天晚上 我们就跑去跟Alan 去YMCA那边有个自助餐 我们在那个YMCA的一个公园 一个露营的地方 就开始在那边吃自助餐 吃完了之后 他们还在里面慢慢吃 我就慢慢走到公园 突然之间发现餐厅的外面那个走廊那边 有一个很破很破的一个钢琴 直立式的钢琴 很破 我大概已经有七八十年老的那种老钢琴 我也很好奇的 就跑到那边去看看这钢琴还能不能弹 然后感觉好像还可以弹 我就坐下来慢慢弹 前一阵子写的那首歌Lately Lately这首歌当时跟我一起写歌词 叫做Patricia Patricia把这首歌送到American Song Festival 就是美国的歌谣大赛 然后这首歌也得到了最佳作曲奖 那一天晚上我就在YMCA这边弹这个Lately这首歌 弹到一半 Alan他们就从餐厅里面也走出来 然后Alan跟他的女朋友还有Susan 就站在钢琴旁边看我弹完这首歌 最后我弹完这首歌之后 Alan就说David 我是洛杉矶的Cherokee Studio的股东 我在想What?Cherokee Studio? 你在开什么玩笑 因为Cherokee Studio是好莱坞最有名的 一个最顶尖顶尖的一个大的录音室 是那种遥不可及 都是名人在那边录音的 最有名的录音室 但是更好笑的是 Cherokee Studio是我当年在Apex 那家公司做音响工程的那家公司 因为Apex公司刚好是在Melrose跟Fairfax 那条马路的角落那个地方 Cherokee Studio也刚好就在那个旁边 也在那个马路边边 因为当时的Apex的器材 他们不是卖的因为很贵 所以都是用租的 所以每一次这些录音室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机器送到那个录音室 帮他们架设起来 秀给他们看之前跟之后的录音的效果 然后教他们这些转柳 这些怎么使用 每一个转柳的功能 因为Cherokee是离我们Apex最近的 所以我会常常跑Cherokee Studio 去帮他们做架设 所以我对Cherokee Studio还有点熟 不敢说很熟 但起码常常进进出出的 然后我也在那个地方 看到了一些国际的大巨星 像Olivian Newton Young Neil Diamond Ross Stewart都在那边录音 我也没有机会去跟他们互动 我只是在那边帮他们架机器 秀给他们这看 这些机器要怎么使用 所以我就跟Alan讲说 你是那个Cherokee Studio的股东吗 他说是啊 然后我再跟他讲说 我在Apex上班 他当然也知道Apex 他说这真的是太巧了 我们两个人都是来自于洛杉矶 然后都是从事音乐的工作 都在一个角落 都曾经在那个角落 一个在Apex 一个在Cherokee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说 等我回到洛杉矶之后 Alan说你一定要来我们公司来看一看 我要秀给你看一些新的东西 隔了几天 我们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之后 Alan就说 Come来我的公司 然后我就到他的公司 在Santa Monica Boulevard上面 我去了以后 他的公司叫做Hybrid Arts HYBRID Hybrid Arts ARTS 如果你Google的话 但是你后面要加一个MIDI Hybrid Arts MIDI 我当时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Alan带着我过来看 说David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东西 叫做MIDI 我说什么叫做MIDI 他说MIDI只是录音 不是录你的声音 而是录你们弹钢琴的时候 录下的每一个音符 然后你弹的多重 你弹的多久 持续在每一个键盘上 持续多久 他是记录那个键盘的每一个音符 然后呢 记录在这个电脑里面 他拿了一台电脑 那个电脑叫做Atari A-T-A-R-I Atari电脑就是我们当时是用来做电玩游戏的 就像以前的Pac-Man 就像现在我们用的PlayStation这种电玩游戏的 那个是个电玩游戏的电脑 然后他拿这个电脑 做成一个MIDI录音的电脑 然后这个东西叫做MIDI Sequencer 不叫做MIDI Recorder 因为录声音的东西我们叫做Recorder 录音机 但是录MIDI的电脑我们叫做Sequencer 所以他就秀给我看 然后最后带我到旁边的一个房间 他们用Atari做成的MIDI Sequencer 然后接到一个DX7 Rack DX7是一个当时Yamaha的一种keyboard 但是DX7 Rack是把七台DX7 所有的声音的Sound Module全部绑在一起 然后他们又把这个Sound Module里面 每一个的音频率稍微调了差一点点 有的高1%有的低1% 最后他说David你去谈谈看那个keyboard 然后我走过去一按那个 哇 出来的声音让我看傻眼了 好棒 是我医生里面听到最漂亮最漂亮的声音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这么好听的音乐 这么棒的声音从那个喇叭里面出来 然后我也仔细观察一下 Allen他这个公司里面 大概有10位同事 跟他一起在工作做研发这个MIDI Sequencer 但是你从公司里面走出来 你看Allen开的车子 他开的一个车子是一个很破烂的Toyota的Pickup Truck 还不是一般的Toyota的轿车 是一个Toyota送货的车子 就是那皮卡车 OK 然后那个皮卡车更好笑的是 里面冷气都没有 然后更不可思议的是 连音响连FM的Radio都没有 只有一个最基本的AMRadio 然后他连开车开到地方 他连窗户都不摇 关了门就走了 但更有趣的是 我始终问他 他总是给我一些含糊的答案 Allen你真的是这个大录音室的股东吗 他说Don't worry只要录音室是空档 你就一定要进来我们录音室 我们帮你免费的帮你把Lately那首歌帮你录完 我说What 到底是他在吹牛还是讲真的 然后又跟我讲说他又是这家Hybrid Arts的老板 然后又花了这么多钱都在研发这些东西 然后一直在付这些员工的薪水 但是我倒没有看到他赚什么钱 你这东西怎么赚钱 然后也没看到他这种正常的工作 所以偶尔我就会问他的女朋友 Hey Lately到底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他靠什么吃饭 因为我们在那个年纪二十二岁二十三岁 大家都是在创业的开始 大家都很好奇 你是做哪一行的 我是做哪一行的 你是靠什么吃饭的 这个Lately这个家伙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然后他是靠什么吃饭的 不知道很神秘 他的女朋友也不讲闭口不讲 总而言之 后来在他的邀约之下 我们就最后把这首歌Lately 带到Cherokee Studio开始录音 然后我邀请了Michael Stewart 就是Billy Joe Tom Jones 这些超级巨星的制作人 跟我一起来制作这张专辑 在Cherokee Studio 我们开始录Lately 我们也录了很多其他的歌 但是有很多歌是我们当年录的 都从来没有发行 都还是放在仓库里面 但是就跟各位讲 那时候我们就进了Cherokee Studio 开始录了Lately 然后你就开始问 Ellen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怎么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他是录音师的老板 然后又是电脑公司的老板 他到底是谁 近年 多久 发射 人 的 人 亦 对 人 感谢观看